在本次阿布扎比防务展上 中国军贸公司以国家展团的形式来参展 他们带来哪些明星产品以及先进的解决方案呢 跟随总台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这片展区隶属于一家中国参展企业 以体系化、无人化、智能化、属地化装备技术展示为主题 以时装、模型、视频、互动呈现等多元化形式系统 展示了九大领域140多种产品和解决方案 我们有传统的机动突击、防空反导、智能弹药 还有火力打击、单兵装备 传统的几个领域 同时我们又加入了像非传统安全 还有无人装备等这些体系 那么我们最后把这个推进了 这次展会推进了像比如说合成营装备体系 暗房旅装备体系 还有空力协同联合打击、火力打击 这种成体系的东西 专家表示 此次展会上参展商把原来的 以单装交付的产品交付模式 逐渐转变为交体系、交系统、交能力的模式转变 那么在这个智能弹药这个板块里头 其中这是我们的蓝舰 机载和无人机载的蓝舰系列 这一款相当于是单兵便携式翻弹和导弹 就是红舰12E 这也是对比较 这一款是中进程的 中进程长航时的无人机 就是最近挂载 挂载侦察打击一体化的东西 新开发的这个巡飞弹序列 就目前这次展会上也是一个热点 我们也看了一些其他厂家的公司的产品 巡飞弹可能是目前的 未来发展军贸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这块就是叫装甲突击 装甲突离这个领域 装甲突击这以我们的主要的明星产品 军贸产品叫VT4 VT4 这个是那个温20 就是步兵战车 其他的还有105突击战车 和一些防雷的这些 是个中东地区 为中东地区量产打造的 沙漠型防护型 这些极具低域特点的 这些市场产品 最后的沙漠派 是个中东市场的 感谢观看